刚刚讲完了蓝色体的结构上面的各名称 其实蓝色体有很多跟蓝色体有关的名称 我们也一并做厘清 比较定义清楚 例如你会听说同源蓝色体 你会听说二分体 你会听说姐妹蓝色分体 你会听到性蓝色体 到底这些是什么呢 我们一一介绍 先介绍同源蓝色体 这是国中教的 国中说什么是同源蓝色体呢 就是形态结构非常相似的蓝色体 口语上就是大小形状一样的蓝色体 就叫同源蓝色体 那我们来回到国中老师的课堂上 他怎么描述 假设这种生物 它有三种蓝色体 这是编号一号蓝色体 这是编号二号蓝色体 这是编号三号蓝色体 总共有三种蓝色体 每一种蓝色体都是两条 所以我们称它为两套 各位看到这一二三 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命名蓝色体编号的准则 是按照长短的 按照最长短的比较到最短 然后依序编号 所以人体最长的蓝色体 是编号一号的一号蓝色体 人体最短的蓝色体 是编号二十二号蓝色体 因为二十三号是性蓝色体 性蓝色体独立出来 不跟不更加比较 所以体蓝色体当中 最短的是二十二号蓝色体 这是依序长短编号的 所以看一二三 一大于二长于三 好那什么叫二N呢 像各位知识生物 它总有六条蓝色体 我们怎么表达出 它的蓝色体的状态 好各位开始学了 我们生活学家的行话 这个生活蓝色体 第一号蓝色体两条 第二号两条 第三条两条 我们会这样写 我们会写成二N等于六 为什么是二N 双套 为什么是双套啊 好我们来把 国中老师的说法 拉进来复习一下 第一号蓝色体两条 第二号两条 第三号两条 假设一号蓝色体 叫做漫画的上级 二号蓝色体是漫画的中级 三号蓝色体是漫画的下级 我一本上册 一本中册 一本下册 成为一套漫画 请问你 上级两本 中级两本 下级两本 你有几套漫画书 是不是两套 所以二N出现了 那二N等于六 的六是什么呢 总共有几条蓝色体 一二三五六六条啊 所以这个生物的 蓝色体状态 写成二N等于六 两套蓝色体共六条 好那这样子的状态 继续延伸下去 呃国中老师会说 这两个大小形状一样 所以我写一下 这是A1A2 A1A2互为同源蓝色体 B1B2互为同源蓝色体 C1C2互为同源蓝色体 因为B1B2大小形状一样 好这两个同源 这两个同源 这两个同源 好如果现在呢 这些蓝色体做过DNA复制了 它经过复制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呢 DNA复制 好我们画一下吧 还是很累 要画一下 一复制了 第一对 第一号蓝色体 第二号蓝色体 第三号蓝色体 好编号还是一二三 好像这样子的蓝色体 我怎么表达它的蓝色体状态 还是写成二N等于六 哦不什么 不是复制完了吗 好换个颜色 我们在计算蓝色体的 套数还有条数的时候 我们是看中心结 一二三四五六六条 而这两个同源 这两个同源 这两个同源 好这边呢 这边的中心结就一个哦 中心结没有分开来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 还是六条 然后这两个为同源 这两个是同源 这两个同源 还是二N 还是等于六 好所以蓝色体的 不论是它的套数 还是它的条数 几条 都是由中心结的 树木在做判断的 你复制后 还是就一个中心结 好说到这 那这样的说法 当然不错 大家都可以判断 这样子的定义 叫做操作型定义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 判断模式来判断 谁是同源蓝色体 可是 同源蓝色体 就是这个意思嘛 大小形状一样 就叫同源蓝色体嘛 其实就不太对劲 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 什么叫做 什么才是真正 同源的意思 同源结构 蓝色体是结构 你的手是结构 所以你的手 可能跟另外一只 生物的手是同源 你的蓝色体 可能跟另外一个 蓝色体同源 什么叫同源构造 同源结构呢 请听好以下的定义 所谓的同源构造 就是指 来自于共同祖先的 共同结构 再讲一次 同源构造就是 来自于共同祖先的 共同结构 好抽象哦 直接用同源蓝色体为例 你们现在每个人身上 都有两条同源蓝色体 每个细胞都有两条 一条来自于爸爸 一条来自于妈妈 在你身上形成同源蓝色体 好 所以你的一号蓝色体 来自于你的爸爸跟妈妈 那你的爸爸妈妈的 一号蓝色体来自于谁 爸爸的一号蓝色体来自于 阿公阿嬷 妈妈的一号蓝色体来自于 外公外婆 那阿公阿嬷 外公外婆的一号蓝色体来自于谁 来自于他们的爸爸妈妈 好 我往上追 追到什么呢 追到全世界 因为历史上 第一个人类 他就是人类的始祖 他是谁 他是夏娃跟亚当 对不对 我现在跟宗教无关 因为在科学上 这叫夏娃理论跟亚当理论 夏娃理论跟亚当理论 所以我们用夏娃跟亚当 先代表人类的第一个 爸爸跟第一个妈妈 好 反过来说 亚当跟夏娃 他们的第一号蓝色体 延伸成现在全世界 大约七十亿人口的一号蓝色体 所以全世界七十亿人口的一号蓝色体 是不是来自于 共同祖先的共同构造 来自于亚当夏娃 这个共同祖先的一号蓝色体 共同结构 所以全世界人类的一号蓝色体 都是同源蓝色体 你自己的一号跟一号同源 你的一号跟我的一号同源 你的一号跟一个美国人的一号 也是同源 因为来自于共同人类祖先的 一号蓝色体 这叫同源 所以蓝色体有同源蓝色体 同样的 你身体机构也有 再举个例子 这个叫做手手 吃饭前要洗手手 你回家之后 如果你家要养狗狗 你会用你的手手 跟狗狗的脚脚握手 那个脚脚不好听 因为叫狗狗的前肢 那个画面 其实非常具有演化学上的意义 因为你的手 跟你家狗的前肢 是同源构造 为什么 因为你的手 跟你家狗的前肢 都来自于 人跟狗的共同祖先的前肢 所以我们跟狗有共同祖先 这个共同祖先的前脚 也化成人类的手 及狗的前肢 所以人手跟狗前肢是同源构造 所以你回去他握手 我们同源构造 握手 有深刻的含义 或是你就在脚碰他的后脚 你的脚碰他的后脚 也是同源构造 好吧 以上 这是同源构造的定义 但是这样的定义 你跟一个国中生说 同源是指来自于共同祖先的共同构造 他就会说 我再也不念生物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国中会用操作型定义 因为来自于共同祖先的共同构造 依序 依序繁衍下来 所以全世界的一号染色体 都长成一模一样 所以一号染色体 大小形状会一样的 因为来自于共同祖先不断地 衍生下来 生殖下来 所以我们用这个操作型定义来判断 大小形状一样 好 大家如果知道这个操作型定义 也知道在生物学研画上真正的同源的意思之后 我们来做个练习 这一条染色体叫做X染色体 这条染色体叫做Y染色体 这太大了 Y染色体很小 大概就有快到X的十分之一左右 好 请问各位 X染色体跟Y染色体是同源染色体吗 不是 因为按照国中的定义 大小形状不同啊 是的 X跟Y染色体不是同源 那我们用国中的说法 因为它大小形状不同 按照我的定义 因为它不是来自于共同构造 好 X跟Y是来自于不同的染色体各自演化来的 来自于共同祖先 但是不是来自于共同构造 是由共同祖先的不同染色体各自演化成X跟Y 好 所以按照这个道理 人体的染色体其实有24种 X跟Y其实不能放一起的 其实不行 可是很多教科书还是把它放在一起 生它为23号染色体 其实不太对 X跟Y不是同源染色体 不应该放一起的 所以人体应该有24种染色体 好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你们没有第24种 你们没有第24种 哈哈哈哈 我有 哈哈哈哈 嚣张了 我在女校教授 这是我唯一可以庆幸的事情 可是中三或是以前的学生说 可是你不能怀孕了 输了 有1好就没2好 好啦 不好意思 插底了 好 这是同源染色的定义 那什么叫2分体呢 让我换个颜色 太多颜色了 2分体就是当你的染色体啊 复制后浓缩成棒棒状 好 像这样的结构 是不是1 2 这就是2分体 那什么是1分体 这样子叫1分体 好 所以这就是2分体 复制完的这个状态 那什么是姐妹染色分体呢 好 像这个复制后 我称这个叫做甲 这个叫做乙 甲跟乙合在一起 是一条染色体 那我怎么称呼甲 甲叫染色分体 因为染色体中的其中一部分 染色分体 甲是个染色分体 乙是个染色分体 那甲跟乙之间呢 就互为姐妹染色分体 这样描述 我跟你是姐妹 因为我跟你一模一样 这甲跟乙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从甲复制成乙 一模一样 好 所以像这个相连的 一模一样的染色体 就互为姐妹染色分体 但如果今天是 这两个是姐妹染色分体 而这两个呢 同源染色体 大小形状一样 来自于共同主线 共同共同上 好 所以姐妹染色分体 是指这个 那什么叫性染色体呢 就是与性别决定 直接相关的染色体 就叫性染色体 好 以上这些染色体的名称 有些会不会比较熟悉 有些有些概念要讲清楚 同源染色体 二分体 姐妹染色分体 性染色体 我就暂时刷这了